歡迎回到在焦不焦 太久沒焦了 還有點不習慣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 雷射測距離 就是這個東西 長了一下我阿公的3310了吧 雷射測距離的原理呢 就是用雷射來測距離 有講跟沒講一樣 當我拿著這支機器呢 然後按下一個鈕 它就會射出一道雷射光 然後當雷射光射到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它就會爆炸 亂講 雷射呢 就會反射回來 然後再被這台機器的感光元件接收 這台機器呢 就會根據雷射來回的時間 在乘上光束 但是因為是來回 所以要除以二 這樣就能夠算出 測量者與物件的距離 怎麼樣 很強吧 那可以量多遠呢 我手上的這支測距離 可以量到月球 屁啦 可以量一百米 當然啦 測距離有很多種 它有更高階的 可以三百啊 四百啊 甚至一兩千米都有 但是呢 有測量 就有什麼 誤差 沒錯 而我手上這台測距離的誤差有多大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每一米的誤差值為正負0.15毫米 那是什麼概念 0.15毫米是什麼概念 0.15咪 大概是你的兩根頭髮出啦 所以測距離就是一個很準的捲尺嗎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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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距離是測距離 捲尺是捲尺 李多惠是李多惠 鈴箱是鈴箱 測距離是用來量建築物的大尺寸 或是高度 然後比較方便 但是捲尺是用來量家具 比較方便 所以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不同工具 你不能擺在一起 當然啦 你如果用8米的捲尺 你也可以量 但是就是有一些距離很遠 你就很麻煩 你要兩個人 一個人拉著捲尺 一個人跑過去 然後再交換 再交換 測距離的話 一個人就可以 就很方便 我們假設一個情境 有一個漂亮的妹 她自己住 前提是她自己住 然後呢 她今天要搬家 她就會找到你幫忙 這時候呢 她可能會輕的去幫他看房間 然後問你說 我這個床要怎麼擺呢 這個櫃子可以怎麼放呢 這時候你如果帶一隻捲尺去 就顯得有點弱有沒有 有點道理 有一種施工施工的感覺有沒有 你可能還要請她幫你拉捲尺 你幫我拉一下 拉完之後還要拿紙筆出來記錄 然後你還要跟她一起算算數 那種互動也還不錯啊 互動是有了啦 但是就是不夠帥 這時候你如果帶的是一隻雷射測距 那就不一樣了喔 你想想看喔 那個妹子說 你知道我房間有多大嗎 你就這樣子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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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5米 1 寬 3米 3 高度 2米 2 By the way 她的身高 1米 83 誰要知道你的身高 然後那個妹子可能會 那這邊到這邊是多長啊 就這樣子 逼 床尾到牆壁 走道的長度是63公分 以你纖細的身形 剛好可以通過 By the way 我30公分 有沒有 整個幽默 又很厲害 又很精準 你會被搞 當然 現代的測距儀呢 如果只是量長度 我也不用拍這邊啊 膚淺 我不可能量完距離之後 端出紙筆再來記錄 就遜掉了有沒有 我這台測距儀呢 可以用藍牙 連到手機上面 所以你只要在手機上面裝APP 不但可以直接畫出房間的平面圖 甚至窗戶 門的位置全部都可以精確的畫出來 太帥了吧 一隻手拿著測距圖 一隻手拿著手機 然後跟妹子說 啊 你這邊擺書桌 啊這邊擺床頭櫃 雙人床擺這邊 你氣勢做出來 你就有一種風水師傅在幫你看風水的感覺 為什麼是雙人床 因為我也可以睡 你真的會在那邊看網路 沒有一個女生會拒絕懂生活會修散的男人 我講那麼慢 你想想看 你跟那些工具人的距離 就差一支雷射測距儀 被你說的我都想買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掛在這個腰上 如氣 阿伯的手機都掛在腰上 我們要慢條私理的 把測距儀從背包拿出來 這時候妹子就會很驚訝 那種感覺是什麼 啊 這是什麼啊 你背包裡面怎麼會裝這種東西啊 好 莫急 莫慌 莫害怕 你要沉住氣說 蛤 不是每個人的包包裡面都有 Bosch GLM 100-25C professional 雷射測距儀嗎 你男朋友沒有 不要有這種態度好不好 好 開玩笑 測距儀不只是這樣啦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測量工具 不只能夠量長度 高度 還有面積體積 甚至利用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 算出對面大樓的樓高 所以你只要有這台測距儀 你就不用對不起你的數學老師 哇 好像那個電視購物耶 越來越像 內建50組測量的數據 目標帶遠看不到沒有關係 它還自帶準心可四段放大的鏡頭 把雷射點直接拍到面前給你看 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雷射測距儀了 這是科技的力量 不用兩個人 也不用只比 你想一下喔 如果是普通的測距 你測量之後 然後告訴你的豬隊友 他的數據 然後你的豬隊友會寫在紙上 這中間會發生多少事情 我講給你聽 第一 第一 你有可能量錯 第二 你有可能看錯 第三 你有可能唸錯 嘴扒 唸錯 第四 你的隊友可能唱耳朗 聽錯 第五 你的隊友可能就不會寫字 寫字很醜 寫錯 最後你的隊友還可能加錯 有沒有 很慘 就沒有一件事情是對的 你知道嗎 這數據怎麼可能會準 但是如果測量之後 數據直接到你的手機 這根本不可能錯啊 你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擺POSE 聊天 裝優雅 展現你的從容不破 而如果是妹子我一定愛死你 可惜我不是 所以我們要當工具人 就要當個最厲害的工具人 工具人的TOP 那是什麼 還是工具人 對 抬頭挺胸的工具人好不好 然後呢 還會使用雷射測距儀 順便呢 還要跟妹子科普一下 雷射測距儀是什麼 他一定會很崇拜 我相信 經過這次你的幫忙 那個妹子 下次搬家還是會找你 這也是黑手我小紅啦 愛交不交呢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